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陈秀琴,今年72岁 我是在北京市第二客运分公司退休的工人 我的生活经济来源就是每个月给我的退休金 大部分全是女儿都给我养着我 在家里做饭我都是自己做 自己反正想吃什么自己就做一点什么 反正也省事儿 我一做就做出一天子来 买菜我们这很方便 周围有市场 然后过了马路这就是大的超市什么的市场 都挺方便的 我两个女儿那个女儿呢在美国 基本上呢就是说每个星期呢差不多有 隔一天两天就我们俩就通一次电话 然后呢最少每星期上一次网 然后就面谈谈聊聊看看 我说就想听听你说话 好那就我们俩俩就说两句 孩子叫叫我 然后呢听听孩子的声音什么的 咪呀你要写作业呢是吧 姥姥看哈 都是英语 所以我女儿啊 她们要是孩子要跟我说什么话呢 她也得翻译 女婿跟我说什么话呢 她也得翻译 完了她我这说什么呢 在她再给他们翻译 就是这样的障碍 所以我不愿意上他们那儿去 就是这语言的障碍你知道 所以只能跟我女儿一人讲话 我觉得还是在中国比较舒服 哎呀我简直是感觉到现在是太幸福了 我觉得真是每月给我们的退休金 我说在家你看这一天 动作的稀晃晃的 然后我说拿到这个 非常感谢她 真是我觉得是 心气特别好 我感觉到现在特别幸福 觉得好好的活着 好ion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